今天又是繼續創世的旅程 上次基本上是讀到第二章的尾 但又是內容豐富 上次我只是提及過第二章 有一個重點 原來是人的definition 甚麼為之人 除了曉吐氣外 還有靈才是活人 就算你懂得曉吐 但沒有靈魂 基本上是植物人 如果靈魂走了 那人暈了就不代表靈魂走了 所以你是不懂得分 沒那麼容易分 即是極端一點 他仍然有呼吸 但靈魂走了 其實他基本上已經走了 那不是人 第七節 用泥土做人 用生氣吹入鼻孔 令他有靈的活人 吹氣和靈 基本上是用表面的角度 就好像是喉吹氣 我說是第一層 喉吹氣 但去到第七層 就是上帝的靈 他自己說的 第一章說的 他說用他自己的形象做人 所以 我們在地上的生存 就好像上帝的影 上帝沒有離開這個世界 因為他用人的形式在地上出現 所以人是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因為他代表上帝 所以是不可以殺人的 因為你沒有來自己殺自己 或者是自己殺自己人 所以因為人是有神的靈 所以我們不可以隨便割掉他 其他畜生是沒有的 是沒有上帝的靈 但也說過剛開始的時候 創世的時候他們全部是吃齋的 是因為羅雅之後 我們稍後會讀到 你就知道為何上帝 開始叫人可以去吃肉 有原因的 很有道理 Anyway 在現在這個時候 阿當夏娃仔是吃水果 吃蔬菜 好 這裡很快跟大家review了 上次講過的事情 為何第二章要分兩次 因為後面那一節又是來人沉味 而且很有意思 所以要特意分出來說 很快地讀一次給大家聽 其實上次已經讀過一次 不過今次再讀過 很快 上帝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的酒壽 和空中各樣的非鳥 帶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麼 那人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吸一切畜生和空中的非鳥 野地的酒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 他便睡了 於是取下他一條肋骨 又把肉合起來 耶和華上帝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個女人 領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便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稱他為女人 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兩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這就是第二章的好味 而第三章就是又開始說另一件事 所以這裏是一個整體 好了 裏面其實這裏有很多點 我盡快和大家 從表面的角度看得更深入一點 究竟上帝做些甚麼 好了 原來上帝做男做女 代表甚麼呢 其實他做夫妻 哈哈哈哈 所以在第一章的時候 他是做男做女 就好像一個對照 而你看看他做男做女的過程 他要做阿當 又要做一些畜生 然後又要在腊骨裏拿一條出來 先後他才做到女人出來 在第一章的時候 他就說做男做女 即是用自己的形象做男做女 但是第二章那裏 原來做男做女是有個過程 好了 那我就想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我們看了第二章 再看第一章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 咦 那就是兩夫婦 好像自己決定 沒有上帝主義 那我遇到那個人 就是娶了他做老婆 就是娶了他做老婆 或者另外一個 嫁了給他丈夫 那跟上帝有甚麼關係 哦 在這裏 留心一下 他做人的過程 原來背後 是更高的旨意是做男做女 是的 即是說 雖然上帝說 做男做女 好像只有兩個字 四個字 但實質上其實是有個過程 那你能不能夠在過程中看上帝的旨意 這就是第一個點 原來他要做配偶給他 而那個配偶 即是剛才我說的 找老婆 是不是你自己找的 哈哈哈哈 原來在這裏 是上帝做那個女人出來的 是的 即是不關那個男人事的 哈哈 不是那個男人做那個女人出來的 是上帝做那個女人出來的 所以呢 那又是了 剛才我提到 原來 好像 我去追我老婆 那時女朋友 現在追了做老婆 好像是自己的 能力 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努力 達成這件事 但是背後原來 表面上在第一層 就好像 我去追女朋友 原來背後 即是從上帝的角度 原來是上帝配合的 哈哈哈哈 是上帝幫你找的 好像是你找的 你以為是你找的 其實不是 上帝特意放一個女人出來 那個就是你的老婆 看上去就好像自己找的 但實際上是上帝配合的 OK 這裏就是第二點 原來這位女人 是上帝幫阿當找回來的 所以有時也不要覺得 都是自己做錯 嫁錯老公或者娶錯老婆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想 哈哈 上帝不會搞錯 當然 如果你不聽上帝是一個朋友聽的話 你也可以怪自己 不過聖經說不是 聖經老婆是上帝幫你找的 哈哈哈哈 好了 又有 當他做這個配合的時候 跟做阿當 他沒有說到吹一口氣 其實已經是隱含了 因為女人都是有靈的活人 所以在這裏 其實女人仍然都是上帝所做的 雖然他做阿當時才是噴口氣 其實阿當只是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代表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上帝放了一口氣下去 才會變成有靈的活人 所以千萬不要只怪阿當 其實我們個人都有阿當的成份 雖然大家的種族不一樣 但是我們始終都是人 我們一樣有阿當的屬性 亦都有夏娃的屬性 所以千萬不要只怪阿當夏娃犯了趣 就關我什麼事 其實他這裏是一個general statement 即是所有人都會有同一個特徵 好了 他說 為何在畜生中找不到配偶呢 很簡單 因為那些畜生沒有上帝的靈 只有人才有上帝的靈 所以人是不可能娶畜生做幫手的 娶不了他做老婆 或者嫁不了他做被老公 所以只要在人當中才找老婆 絕對不可以在畜生中找老婆 好了 又再說 他説取下一條肋骨 如果你用骷髏骨頭來數 男人女人肋骨是同一個數目 不是男人少了一條 究竟那條肋骨是什麼 我猜想 可能是DNA 為甚麼呢 因為男性的染色體有X和Y 即是有兩種有X和Y 女人只有X 沒有Y 好了 其實那條肋骨可能是X的 就是那條X的染色體 但這不是太重要 重點就是 剛才我說過 女人也是有靈的活人 原來就是 上帝要她沉睡 即是說 在整件事上帝做這個女人的時候 那時候 那男人是睡著覺的 哈哈哈哈 即是不關她的事 不要說是因為我 有這麼了得可以做一個女人出來 不關她的事 因為她在睡著 哈哈 所有要做女人的事 都是因為上帝 在借用阿當的一部份 而把肉合起來 做成一個女人 所以整件工作都是上帝做出來的 剛才在上面 做阿當的時候 他說吹口氣 原來吹口氣 除了是呼吸 還是長肉合起來 骨子 變成一個人 所以表面上就是呼吸 第三、四層就是 做了肉、骨子 合起來之後 放在靈魂上去 這樣就變成一個完整的人 好了 創世紀的第一章 留心就是 他說是各從其類 所以男人、女人 因為大家同一個DNA 他是同一類生物 所以男人、女人 都是各從其類 因為他分享同一個DNA 雖然有少少變化 但基本上他是同一種生物 好 上帝做生物 很奇妙 原來他是這樣做出來的 第二章 很詳細地把人 怎樣做出來的 原來那口氣 還要出肉、骨 合起來 變成另一個人 好 好了 再下一個 Point就是 他說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 二人成為一體 聯合之後 二人成為一體 嘩 這個又是內人尋味 他的離開 當然大家都一聽都聽得明白 當然是離開父母 與妻子成為一體 這種離開 其實就是代表 當我們人大了 就要獨立 就不可以每次貼著 以前的父母 你要自己成家立室 是啊 這句話 從我們聽得明白 如果你在阿當夏娃 你會發現多樣東西 其實阿當夏娃的父母是上帝 即是說 人也要離開父母 他的創造主 然後 和妻子一起合起來 才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所以 從上帝的角度 即是第七層的角度 雖然我們的靈魂 都要獨立 但是 又要分開 又要成為一體 這個就是做人的藝術 好像兩夫妻一樣 有沒有不吵架呢 我聽聞好像有 不過大部份都吵架多 究竟是兩個人 還是一個人 而兩個人 又是不同的個體 但是他要活成一個 一個 一體 這個就是藝術 如果最近 可能你聽新聞 你會發現 美國 共和兩黨 好像在喊架 但他是一體 哈哈哈哈 英國 用這件事 也可以體現出 兩樣是不同的 但其實他們是一體 雖然他們有喊架 稍後會看到 阿當和夏娃都有喊架 但他如何體現一體化呢 這句就是內人尋味 他說 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 再加多一件事 如果再留心一點 一個是父母 不用問阿貴 夫妻 當然 夫妻生了下一代 夫妻就變成父母 很簡單 但夫與夫 是否是父母 或者妻與妻 是否可以成父母 是不可以的 但是 在上帝的角度 由我們自己 做了一個人 向上望 兩個高堂父母 絕對是一男一女 這就是聖經 上帝的旨儀 人的傳宗接代的特徵 再加多一件事 不好意思 父母 然後到夫妻 離開父母 夫妻 再生兒育女 其實他引含了一個很重要的 上帝的計劃 就是人的宗族 他不只是說一個人 以前我都說過 上帝祝福 不會祝福一個人 上帝祝福我 其他人沒有份 你搞錯 上帝祝福你一個人 其實祝福是你身邊的人 還有你以後的子孫 他上帝看是由頭看到尾的 不會只是看一個人 所以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庭 和子女 當然 如果你是第一代信主 或者以前有人曾經信主 其實上帝也一直看著 所以在上帝的角度 他是用家族觀念來看這件事 這裏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再加上解釋這件事 就是和小朋友說也對 他說 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究竟為何無緣無故會加這句 這句是第二章的尾 最後那一節 究竟他加在這裏做甚麼 我也想了一會 怎樣解釋給大家聽 即是我們自己去洗澡 自己看到自己 不會覺得醜 哈哈哈哈 所以 當夫妻的時候 大家是同心的時候 自己人 就好像自己看自己 所以大家是不會覺得羞恥 但是如果你不是夫妻 看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有這種人 如果用聖經說的就是不知醜 哈哈哈哈 即是你同一個 自己也不是夫妻 大家赤身露體 那就真是不知醜 所以聖經這裏講得很妙 好 這裏就和大家比較深一層次 講一講 原來這段經文這麼有味道 這麼有意思 講了很多倫理的關係 對了 到總結來說 是甚麼呢 希望這裏總結一下 即是更加高一層次 究竟上帝在這裏講甚麼呢 其實 其實 其實我講到 剛才我不是說 兩個人還是一個人 其實就是 看你的心 是不是連在一起 如果兩個人的心 是連在一起的話 那他就是一家人 那就是一 一個家 這個就是連心連體 即是說 當我們的心連在一起 我們的身體也是連在一起 就好像一個家庭 但有沒有連體 不連心的呢 是有的 你知道很多年輕人 就是很早已經 就是未結婚之前 已經 搞出有BB了 那這些呢 當然 有很多這些都是 拿去 就是 不說這個問題 就是 搞出了這些問題之後 但他們到最後不是做夫婦 所以 這些社會問題 都是因為 原來 不是連心才連體的人 就會搞出這些社會問題 好了 即是說 如果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話 就算好像兩個人 都是一體 但心不連在一起的話 就算兩個人 我們叫做同床而夢 雖然好像是同一個家 其實是分開了 所以 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其實不是在 我們那個 physical distance 即是我們 和他距離有多接近 其實要看就看 心 和對方有多接近 所以 這裡 說出一些很深含的真理 你會發現 在聖經後面 就會反映出 上帝說這句說話 二人成為一體 嘩 真是不是這麼簡單 好了 既然 兩個人的心 原來 要緊構在一起 其實他是包括父母 因為父母 剛才兩夫婦 他說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阿當看下蛙 是他自己的骨肉 一體 如果生了出來的子女 都是叫骨肉 所以才是人為一家 當一個家庭 合在一起 就是骨肉 是嗎 黏在一起 好了 如果我們自己 都搞不掉自己的家 那我們怎麼說 跟上帝同心呢 是嗎 因為上帝給我們 有生命氣息 其實我們應該明白上帝 是嗎 所以 好了 希望這裡 將第二章 最後的核心 說出來 就是這個真真正正 是上帝的骨肉 哈哈哈哈 上帝的骨肉 是上帝的家 對 如果你的家是散的 裂開的話 你猜一下 上帝是不是很心痛呢 啊 對 所以 原來 當上帝在第一章講 做完男女之後 他就說 非常好 那裡是表面的 實質上 上帝是做了 他自己的家 是他自己的骨肉 上帝的骨肉 就是人 OK 所以 如果 來到第二章的尾 我們會更加明白 為什麼上帝做完 人之後 他就說 非常好 因為我們成家立室 所以 你會發現 我們都會和上帝有同一個 興奮 我們要成家立室 是吧 創天造地 是吧 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心情 和上帝做創天造地的心情 是一模一樣的 最妙的是什麼 所有人做父母 都是第一次的 沒有遺傳的 所以 你會發現 整個家庭 創天造地 做出的家庭 到最後 加散人亡 就是下面 你會發現 當加散人亡 之後 你就知道 哇 上帝有多痛心 但是他仍然都說 非常好 因為有盼望 好 好了 明白了 第二章的尾 原來 上帝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如果大家 能夠討告 都為著 破碎的家庭 討告 因為 很簡單 我們只要討告 上帝 這是你的旨意 家庭成一體 不應該分 就為著這件事討告 這樣的話 上帝就會聽 因為是祂的旨意 好 今天 希望這個上帝的旨意 祝福大家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